Hello 我是 Bart Omega 3 對身體如此有益處 當然要介紹給大家 成為 Atomy 會員 絕無費用 可享會員 專屬價 自助購物 快捷方便 直接送到你府上 或者進一步想將 Atomy 變成一盤生意 我都可以幫到你 無論你想成為會員 或者做生意 都可以用以下方法聯絡我 我需要你們的支持 請你按like subscribe 還有一個鈴鐺 有新片便馬上通知你 首先跟大家說 我不是一個醫生 亦不是一個藥劑師 我只是一個會員 我將我找到回來的資料 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甚麼錯漏 希望大家見諒 我們為何需要 Omega 3 呢? 在我們日常飲食當中 一些不好的飲食習慣 例如吃得太多肉 太油膩 高蛋白質 或者生活壓力太大 缺乏運動 過量喝酒 另外我們年紀開始大 血管開始老化 然後我們身體出現很多問題 其中 聚積在我們身體裡的 飽和脂肪開始慢慢多 這些是我們不想見到的 我們身體需要不飽和脂肪 飽和脂肪可以在動物脂肪找到 它會增加壞的膽固醇 當它在室溫的時候 它會凝結 例如牛油、豬油、棕櫚油 都是很好的例子 飽和脂肪在內 血液裡面很容易凝固 會引致我們血管硬化 會增加我們中風和心臟病的風險 不飽和脂肪可以補我們血管 稀釋我們血液的濃度 降低血壓和改善我們免疫系統 在室溫的時候它屬於液體化 我們本身身體不能產生足夠的不飽和脂肪 所以我們需要從外面吸收 例如麻油、葵花油、紫蘇紫油和魚油 Omega-3都是很好的例子 食物油在室溫底下 不飽和脂肪很容易氧化 而且它也不能長時間高溫的烹煮 所以廠方為了穩定它 就將它部分氢化 而在氢化的過程中 就很容易產生反式脂肪 而反式脂肪 我們吃了之後 就會令到我們增加壞的膽固醇 同一時間也降低我們的好膽固醇 所以其實吃Omega-3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Omega-3聽的聽得多 是甚麼來的 我們本身身體是可以轉化EPA和DHA 但數量就很少了 所以我們需要從食物當中 攝取Omega-3脂肪酸 Omega-3裏面有兩個很重要的脂肪酸 包括EPA和DHA 我們可以在魚類或者海鮮那裏找到 或者可以在植物那裏找到 例如阿麻籽、芥花籽油、大豆或者胡桃那裏找到 DHA對我們大腦眼睛皮膚都很重要的元素 我們很需要它 特別是懷孕中的婦女和化育中的兒童 都很需要它 它在細胞和細胞之間的納粒和薄膜當中增加液體 令到我們細胞神經傳遞訊息的時候更加暢順 EPA可以幫助我們降低膽固醇和三油甘脂的含量 另外亦可以促進飽和脂肪酸的代謝作用 它可以防止脂肪在我們血管當中的積聚 令到血液循環增加大量量 從而消除我們的疲勞 Omega-3可以幫助到我們身體的什麼 Omega-3對我們身體有很多好處 好像腦部那樣 DHA就能夠幫助到兒童的腦部發展 它也幫助到我們的思考、反應、記憶和學習能力 而腦部神經互通訊息的時候就更加流暢了 人年幾月大 腦部的結構就開始慢慢改變 無論它的大小、重量、脂肪的比例也有所減少 而DHA就能夠改善到這個情況 也可以改善到我們的記憶、學習能力和語言的流暢度 從而能夠幫助到這個失智症、老人癡癌和抑鬱症 對於眼睛 Omega-3就可以幫助到我們的視網膜 而視網膜就是傳遞影像去到我們的大腦 另外,當我們眼睛很乾的時候 就有機會引起我們的淚腺發炎 而Omega-3就可以幫助到我們這個情況 可以改善到覆蓋在我們眼睛上面的淚膜層 防止淚水流失,令到我們的眼睛濕潤 從而改善到眼乾症的問題 而對於我們的心血管 之前提過 EPE能夠減低我們的膽固醇和三條金支的含量 另外,它也能夠改善到我們心血管的疾病 譬如,好像改善到我們的血壓 減低我們的心肌梗質 心臟衰竭、心絞痛、中風的機會和死亡率 假若我們身體不能夠吸收足夠Omega-3 我們的皮膚就有機會變得粗糙、紅腫和痕癢 其實Omega-3是可以幫助我們皮膚形成一個保護膜 鎖住水分,減少受外界的刺激 所以對有濕疹的朋友是會有幫助的 另外,Omega-3可以支援我們的皮膚 免受太陽的傷害,減慢我們的衰老 DHA能夠改善關節僵硬症和痛楚 另外,也可以減低鹽症 連Omega-3盒上也要標明 假若你有淚風濕關節炎 它會建議你每天吃10顆,可以改善這個情況 Omega-3能夠減低氣管發炎 而引起氣管擴張,即是烤喘 這樣是可以幫助患者減少服用藥物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從食物當中吸取呢? 雖然你可以從魚類、海產或植物裡吸收EPA或DHA 但是究竟水源污染、價錢、方便程度 以及我們是否吸收足夠的份量 都是考慮的因素 你也實在說Omega-3好 是啊,沒錯 Omega-3比市面上很多魚油丸都小粒 所以它小小粒容易吃 對老人家和小朋友都沒有那麼容易噎 它經過冷碎取的製作過程 魚油濃度高達95%以上 不如我們看看片段吧 我將Atomy和另一個牌子的Omega-3放在冰箱裡一天 然後拿出來 這樣是想測試它們裡面有沒有飽和脂肪、水份和雜質 如果有的話,粒Omega-3就會混濁 因為它們的冰點比較高 所以容易結成冰 左邊兩粒是屬於Atomy的Omega-3 而另外兩粒是屬於同一個牌子 1號和3號都放過入雪櫃雪果的Omega-3 2號和4號是沒有放入雪櫃的 我們看到Atomy放入雪櫃和沒有放入雪櫃都沒有改變 而另一個牌子是有分別的 即是代表它裡面有飽和脂肪、水份和其他雜質 Atomy的Omega-3裡面有薑黃素 而薑黃素可以減低關節炎的痛楚 防止老人癡癌和癌症 提升免疫力和可以減低膽固醇 它也加了維他命E 而維他命E的作用和Omega-3很相似 都是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 另外亦能夠保護我們的細胞 對於我們皮膚 假如我們有傷口的話就會快點好 另外亦都免受太陽的傷害 因為它有抗氧化的作用 它可以保護我們大腦的細胞膜免受傷害 在阿拉斯加捕獲的俠雪魚 經過分子蒸餾的過程 令魚油沒有魚腥味 再加上過濾過程 就更加肯定裡面沒有污染物和有害物質 另外一個測試是將魚油剪開 如果裡面的魚油質素不好 或者處理和運送過程影響了它的質素 那它就會有魚腥臭味 相反如果它處理得好的話 那聞起來就會有辛酸魚的味道 讓我試試什麼味 嗯 是有魚的鮮味 而不是有腥臭味 Atomy 用的是阿拉斯加深海俠雪魚 是屬於細魚來的 當你要知道一個Omega-3好不好的時候 你不是要知道它的魚油份量有多少 而是要知道EPA加DHA總共有多少份量 Atomy 建議你每日吃兩粒 它總共的魚油量是有1100mg 而EPA加DHA是有700mg 它佔你每日攝取量的65% 既然Atomy 的Omega-3那麼好 除了自己吃之外 當然要介紹給朋友 記住 這個不是藥 而是補充劑 是需要時間才見效的 好了 時間又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下次有新片就會提醒你 Bye 如果你們想加入我的團隊 請透過Facebook或者Instagram聯絡我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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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